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点赞量破440万 赵丽颖素颜赵尹热议 网友,治好了我的容貌焦虑 前几年85花的市场就只剩下赵丽颖和杨幂在齐头并进 激烈竞争 随着杨幂在综艺市场的开拓 赵丽颖的电视剧《实际》反而意其绝尘 而这两年 刘亦菲和刘诗诗都回到了大众事业中心 就连被指没有事业新的唐烟 也凭借一部繁花,曝光度暴增 但说实话,在众多的85花里 赵丽颖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得最扎实的大花 从知否知否硬是绿肥红兽开始 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就越来越明显风吹半下幸福到万家 甚至是他近期疯狂宣传的第20条 都是偏实力派路线的作品规划 为了给转型让路,赵丽颖甚至拒绝了各式的红毯邀约 在内于一人疯狂刷脸的时候,完全扎根剧组 就算偶尔露面,也是为了张艺谋电影第20条的宣传 这部,赵丽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自拍视频 视频里他将镜头对脸,面带笑容地说着谢谢大家的喜欢 我收到了,一边说着,一边笔划着手语 从赵丽颖流畅的手语动作就能看出来 他为了塑造好第20条里的聋哑人郝秀萍 的确认认真真的学习了手语,了解了聋哑人的日常生活 更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这段短短8秒的自拍视频收获了440万的点赞量 超15万的评论,近10万的收藏和17万的转发 对比短视频平台上其他努力营业的女明星 赵丽颖的国民度果然很牛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段几乎素颜的出镜视频里 赵丽颖的状态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视频中,赵丽颖并非全素颜 但是妆容淡雅,除了眼线之外 眉毛,底妆,口红都是清透感十足的伪素颜风格 乍一看赵丽颖裸色系的唇彩就和刚啃了个大猪蹄一样自然 直男完全分辨不出来 甚至有不少网友直言 真的是素颜吗? 我的天,影子你治好了我的容貌焦虑 更有网友表示 感觉变化好大,不说话没认出来 素颜也很漂亮,不老女神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裸妆,放大了赵丽颖脸上的瑕疵 镜头里的赵丽颖已经没有了早年间胶原蛋白满满的元气 当她眯起眼睛的时候,眼下的皮肤明显有些松弛的细纹 除此之外,她每一次用力的嘴部动作,都会牵扯起她明显的法令纹 在看赵丽颖的脸型,勉强能看到年轻时小圆脸的轮廓 但是对比之前,现在的赵丽颖脸上已经没有那么多充盈的脂肪 在对脸镜头里,她的脸就像一张面柄,轮廓很大,留白依旧很多 五官集中在中间,怎么看都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灵气 但就是这样的赵丽颖,真实,自然,优雅又有着大女主的格局 02.在内娱女星不停给医美行业送钱的时候 赵丽颖任由岁月在自己的脸上留下痕迹 让现在的赵丽颖去演当年多嘴卖萌的花千谷,的确抢人所难 但是如今赵丽颖优雅大气,真实又充满故事感的表演技巧 也是曾经的赵丽颖驾驭不来的 在电影《第20条》的片花里,赵丽颖真正做到了全素颜出镜 镜头里的她没有任何妆感,凌乱的头发搭配一张素成路人的脸,星光全无 对比赵丽颖这张伟素颜的对脸自拍《第20条》里的她更加真实了 而且张艺谋的电影镜头不会给后期太大的发挥空间 高清镜头对在赵丽颖的脸上,能看清她脸上的每一个毛孔 看到她肤色不云的问题 甚至在赵丽颖做一些夸张激烈的表情时,还能看到她轻筋抱起的样子 单单是预告李赵丽颖的表现,就让网友感受到了她演技的进步 而越人无数的张艺谋,更是对赵丽颖相当认可 在之前的电影发布会上,张艺谋分享了赵丽颖在剧组拍戏时候的状态 她发现赵丽颖不爱说话,在片场总是沉默寡言 后来才知道赵丽颖是为了进入角色 在《第20条》里,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是一个人生经历悲惨的龙哑人 不能正常的交流就是龙哑人的生活处境 为了进入这样的角色状态 人称赵小刀的赵丽颖硬是管住了自己逢人就插刀的毒蛇属性 从头至尾都沉浸在角色里 她对角色的用心,对事业方向清晰的规划 都让人对她的代播作品充满期待 而更重要的是,如今的赵丽颖老了,发塞了,皱纹变多了 脸也变大了 但是她早已退去志气,活成了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不仅是在《第20条》的发布会上 近年来赵丽颖的每一次商务活动都优雅从容 精致的李群在她的身上更显高级 与赵丽颖达成合作的奢侈品更是数不胜数 在她因为别搅的英文口音被吐槽时尚感 因为穿搭风格被嘲讽吐气的时候 她早已成为《红毯》活动上最亮眼的一道风景 只是已经能在《红毯》这种名利场从容应对的赵丽颖 已经不屑于和其他女明星争美,争曝光了 现在回想起来,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始终都在乘风破浪 人家说圆脸不能演主角,她却演了数不清的爆款剧主角 他们说女演员的花期短暂,她却频繁速演出镜,裸妆出镜 证明即便衰老也能成为女演员身上的优雅标签 现在的赵丽颖,美得刚刚好 皱纹刚刚好,法令纹刚刚好 一切岁月的痕迹于她而言都是锦上添花 这不仅仅是颜值气质带给赵丽颖的魅力加持 更是心态格局带给她的底气 除了电影《第20条》之外,赵丽颖的电影《匠元弄》 乔妍的心事都在制作中 而这一系列的作品都有可能让赵丽颖成功闯进电影院 拿下更多的电影实际 最后,你对赵丽颖如今的事业发展和颜值状态有什么看法? 是否能get到她身上岁月沉淀而来的魅力? 在评论区参与讨论,留下你的观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